欢迎大家来到设计思考入门课程 在这个影片中 我们会简单介绍设计思考的五个步骤 在进入课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它从最左边开始分别为 Ampathize 同理 Define 定义 Ideate 发想 Polotype 圆形 到Test 测试 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影片 花了三分钟时间 思考一下当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去诠释这张图 不管你之前有没有修过设计思考 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分享到留言区 跟大家交流讨论 好 假设你已经暂停完影片 然后思考过 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这张图 这个是一个设计思考我们很常使用的五步骤流程图 你很可能在其他的材料当中看到它不是五步骤 可能有些是三步骤 有些是四步骤 这都没有关系 但重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双钻石结构发散收敛发散收敛的过程中 我们有掌握到每一个步骤的精髓 不一定是使用五步骤 不过为了我们课程的一贯性 在接下来的讨论我们都会先以这个五步骤的设计思考流程进行 好的第一个步骤是同理 emphasize 它是设计思考的第一个步骤 这边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它呢 我们可以理解它是尝试 就是藉由利害关系人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理解议 我们有提过设计思考它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方法轮 这个以人为本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使用者 当然除了使用者之外 还有跟使用者有关的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我们就叫它stakeholders 了解这些利害关系人 以及了解使用者 是在设计思考中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 因为它会决定了我们定出什么样的问题 那定出什么样的问题 就会决定我们发想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同理完之后 我们会进到的是设计思考的第二步骤 从Define定义 这边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把我们刚刚在第一个阶段 搜集来的不论是使用者资料 或者是我们利害关系人相关的资料 进一步的去分类 进一步的去归纳 进一步的去产生假设 这边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并没有要找到一个所谓正确的问题 或者正确的方向 因为我们说过设计思考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 的探索过程 没有所谓的正确 我们有初步的假设 那这边形成的初步的假设 可以协助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去进行发想 所以在第二阶段定义的目标 就是能去找到这个特别的设计观点 然后让我们有这个设计观点作为一个假设 去延伸到我们的第三步骤 那当我们有这个特殊的特别的设计观点之后 我们就藉由这个设计观点来去发想 发想不同的解决方案 尽可能的天马行空的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突破 我们很常在讲设计思考是一个创新的方法论 但到底什么叫创新? 创新它包含说这东西是要是心颖的 除此外它也必须是有效的 能够带给人效力 所以我们在第三个阶段 也是我们发想阶段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要去尝试突破框架 去想出心颖的点子 同时这些点子也要是有效益的点子 那当我们有些很多不同的想法后 我们就进一步的收敛来去制作原型 在原型的这一个阶段 我们很重要的目标是将我们的想法具体化 不论是你是一个产品的原型 是一个服务流程的原型 都是可以把它具体化 不要只是停在脑袋当中 那为了让这个行动能够快速的发生 我们更强调原型的精髓在于 它必须是快速、便宜、最小可行 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修改、不断的行动 在我们有了原型之后 我们进一步的要拿回到使用者 或者他的利害关系去测试 这时候大家可以想到 它就等于回到我们设计思考的第一步骤 同理 因为我们要再一次的去跟这些使用者接触 再一次的去了解他们 去验证说我们一开始在定义阶段 所设定的这个特殊的设计观点 以及这个假设到底是不是正确 或者说我们发想出来的这个解决方案 到底能不能真正解决使用者 或者利害关系所遇到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 这边再次强调测试完并非设计思考的终点 测试其实是迭代的开始 迭代的意思是我们把测试收集到的回馈 反过来再去修正我们定义的内容 反过来再去修正我们发想到的想法 以及点子 反过来再去修正我们的原型 透过这样子持续迭代循环之后 我们就会更贴近使用者的需求 并且真正的以它为中心 来为它解决问题 看完了这支影片 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 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 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 进行交流与讨论哟